如果一名身材火辣的美女在你面前换衣服 相信男人的目光一定无法转移 这只是犯罪天才迈克和老搭档蚊子使用的最低级骗术 这个时候但凡是的男人都不会再注意别的地方 哪里还会顾得看监控 就在保安医保衍服神魂颠倒之时 迈克已经偷偷溜进房屋内 时间回到四天前 迈克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的珍贵宝藏 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给自己的 联邦探员彼得太了解迈克 他始终相信宝藏不可能被炸毁 一定被迈克这个家伙偷天换日掉了包 于是和探员小黑一起 把迈克连夜叫过来做了测谎测试 但是无论怎么提问 测谎仪始终显示迈克没有撒谎 于是又让迈克说句谎话 果然测谎仪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这让彼得只能再次提问 测谎仪再次显示迈克说的是真话 不过迈克这一次真的没有作弊 他是真不知道谁把宝藏送给了自己 折腾到天亮回到家后 蚊子已经在他家悠闲地品尝红酒 看着他得意洋洋的小表情 迈克马上就知道 宝藏是蚊子搞到手 迈克很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蚊子反向追踪了潜艇信号发射器 确定了宝藏的位置 用局部电磁脉冲搞定了安保系统 蚊子就在路上偷天换日掉包了整部货车 正是因为迈克毫不知情 这才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 蚊子和迈克一直追求干最后一票就人间蒸发 两人的心愿已经完成 是时候按照计划全身而退了 只要给蚊子几天时间安排运输 江湖中就再也不会有这对生死搭档的信息了 虽然迈克通过了测谎 彼得太了解这个曾经同生共死的搭档了 迈克被他盯得心里直发毛 但是其他案子还得破 盖瑞这个名字曾经是迈克众多伪造的身份之一 这个身份是一名基建高手 又是负责替黑道人物走私物品前客 彼得给他一名嫌疑犯的资料 劳伦斯是迈克打过交道的一名大导 这家伙可不简单 三年前从美联储抢劫了6000万美元 但是被彼得发现及时追捕 导致劳伦斯乘坐四人飞机仓皇出逃 彼得非常确定 劳伦斯之身而逃没有带东西 6000万一定还被他留在了纽约某处 这两天FBI拦截了一封劳伦斯的邮件 他正在黑市寻找盖瑞这个走私大师 约盖瑞去基建俱乐部小剧 彼得有理由相信 劳伦斯已经前回了纽约 并且寻找盖瑞帮他运走这6000万 必须让他主动暴露钱藏在了哪里 这就需要迈克去卧底打听线索 迈克很好奇 存放宝藏的仓库爆炸的时候 现场怎么会有自己的画的碎片 文字吞吞吐吐吐解释道 当时为了掉包 就把迈克平时随手画的画 全部打包塞进了自己用于掉包的车内 货车显得满满当当 这才让文森特没有发现宝藏早已被掉包 迈克有个预计 彼得会拿现场的画碎片一直盯住自己 果然 晚上彼得下班回家 还在看着宝藏仓库爆炸后留下的画的碎片 这张画他在迈克家见过 确定是迈克亲手所画 妻子伊丽莎白表示这是克莱斯勒大厦 无数名人画家画过 也许真是宝藏内哪位大师的画作 彼得要是实在不放心 让他把碎片去连调局做花宴好 但是彼得不想惊动连调局 第一是为了保护迈克 第二是自己担保迈克从狱中出来给FBI当顾问 要是迈克出了事 自己肯定也被连带追责 伊丽莎白也在从事艺术品工作 认识不少名画鉴定师 她准备把碎片送给朋友去检查 这样就省去了彼得的担忧 既然劳伦斯约迈克的假身份盖瑞见面 于是迈克准备卧底去找出6000万 自然得取下电子脚镬 迈克按照邮件内容 如约在基建馆见到了劳伦斯 由于迈克伪装的身份是位基建高手 劳伦斯便已见会友 眼见迈克已经知晓了一切 劳伦斯于事便打开天窗说亮话 让迈克做好准备等自己通知 迈克准备安排劳伦斯走水路 这比航空管制要简单许多 彼得让安娜提前安排一队人马去码头盯着 蚊子准备用飞机运走宝藏 正在模拟试验的时候 房东那美丽的孙女心地过来给他们送咖啡和点心 等到心地走后 两人开始密谋脱身计划 趁着彼得带队在码头抓捕劳伦斯 自己和蚊子正好可以坐飞机逃之夭夭 蚊子已经做好了万全计划 只要彼得不盯上他们 绝对可以顺利出国 唯一让迈克担心的是 爆炸现场有自己花的碎片 但是已经过去几天了 要是花燕早就出结果 迈克明白过来 彼得是在保护自己 如果彼得不方便去花燕 那么极有可能也在艺术品行业的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去找朋友花燕 于是迈克让蚊子盯着伊丽莎白 迈克把劳伦斯约到了码头 详细地向他阐述了把6000万运出国的计划 他已经给劳伦斯准备了 一假乱真的假护照和身份证件等等 而且早搞定了霍伦和检察员 到时候会对迈克的户物视而不见 万一等到有人发现时 劳伦斯已经带着钱在6000公里外了 迈克对彼得详细叙述了见面事宜 让他提前在码头布控 一旦劳伦斯带着6000万出现 就可以实施抓捕 蚊子通过对伊丽莎白的监视 果然发现他来到了一家私人艺术品中心 手里拿的正是迈克花的花碎片 看来仓库爆炸 大火没有烧尽所有东西 他对小黑使了个眼色 让他全天后监视迈克的一举一动 蚊子马上来到了他们存储宝藏的地方 蚊子虽然心疼 也只好割下了一幅30年代名画当画布 然后从其他的名画上面刮取颜料 这让蚊子心疼得要死 但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蚊子回到了家 迈克正在画和那幅在仓库被烧掉的一样的画 如果彼得来检查 自己的这幅画还在 那么就会打消彼得的几分疑虑 蚊子准备好了一切所需品 现在只需要迈克用这块30年代的画布和颜色 再画一部分画作即可 蚊子捣到了伊丽莎白送去检查的 私人艺术品检测中心的建筑筒 两人做好了周密计划去掉包画的碎片 第二天上午 小黑还在跟踪监视迈克 但是迈克昨晚在网上发帖 要举办黑礼服黑礼帽着装大赛 最佳着装者可以获得500美 看着这么多跟迈克一模一样的着装 小黑自然无法分辨跟丢了迈克 趁着私人艺术品中心开会 蚊子装作快递员进去送快递 房东孙女辛迪可喜欢跟迈克他们玩了 这次自告奋勇参加了迈克的掉包行动 辛迪装作不小心把咖啡撒在了身上 然后找借口进入了艺术品中心 声称自己要去参加重要的面试 可不能弄得这么狼狈 在两个老男人面前就开始换衣服 这让两个老男人看得心神荡漾心照不宣 迈克此刻现身 悄悄从小门进入了艺术品中心 保安这时候哪有心思看监控 两只眼睛都死死的盯住了心地 殊不知迈克已经进入了楼下 来到了带检测的物品存放处 拿到了伊丽莎白送来的画的碎片 心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奄然一笑对两人表示了感谢 迈克则是取出了碎片 现场临摹了自己的画的那一小块 迈克很快完成了制作 接下来烧成了和送简的那块相似的火烧后的痕迹 成功掉包了碎片 一切准备就绪 蚊子表示小黑又在门口监视了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蚊子准备好了飞机 随时都可以搬运走宝藏 迈克也接到了劳伦斯的短信 只要FBI按计划去码头抓捕劳伦斯 但是面对大功告成 迈克反而有些惆怅 迈克再次看了一眼生活了两年的小物 把彼得给自己的FBI特约顾问的证件留在了桌子上 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 迈克通知彼得自己要去和劳伦斯见面 彼得表示自己马上带队去码头 劳伦斯还是在基建俱乐部和迈克见面 原来他一直把钱藏在了这里 四个出风口中间有两个出风口被他改造过 只要切换电线连接 这两个出风口便重新启动 整整六千万洒满了房间 劳伦斯雇佣了好几个帮手 开始去捡钱重新捆发 此时手下汇报 他们发现了有人在监视 原来是切而不舍一直跟踪迈克的小黑 小黑已经被劳伦斯手下发现 劳伦斯问他的身份 是不是跟随盖瑞到这的 小黑表示压根不认识什么盖瑞 自己是联邦探员 劳伦斯知道必须加快行动了 钱已经装得差不多了 他让手下解决掉小黑赶紧走 迈克急忙劝住了他 可以把他带走当人质 FBI就不敢轻举妄动 劳伦斯不敢再走水路 让迈克快点想备用方案 现在情况紧急 迈克只能做出改变 他和蚊子准备好运宝藏的飞机 只能暂时令做他用了 蚊子把宝藏全打包好 则知迈克改变了计划 蚊子十分不理解 但是他百分百相信迈克 于是按照迈克的指示 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蚊子马上就明白 这个西装指的是联邦调查局 彼得还在带队埋伏在码头 此时电话响起 蚊子转述了迈克的话 让彼得赶紧带人赶往一处私人机场 蚊子知道 今天和迈克撤退的完美计划 就要泡汤了 迈克带着劳伦斯来到了机场跑道 把六千万全搬上了飞机 看着蚊子一身飞行员的装扮 这让迈克哭笑不得 迈克拽下了蚊子的衣服铁质商标 悄悄地藏在了手心里 等到他们压着小黑路过的时候 不动声色地把商标塞进了小黑手里 此时彼得带着联邦探员赶到 蚊子开始熟练地操作 拨动了一个个的暗影 飞机已经启动 慢慢地在跑道滑行 劳伦斯和手下可是鹤枪实弹 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 迈克洋装要蚊子一定要起飞 蚊子开始故意拖延时间 一把方向来回 小黑已经解开了手铐 开始趁着晃动和劳伦斯搏动 飞机上的一箱美金晃出了机舱外 顿时漫天飘起了美元雨 彼得知道这下晚了 六千万和劳伦斯一个都跑不掉 随着蚊子的耽误时间 FBI终于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联邦探员一拥而上 当场控制住了飞机 顺利逮捕了劳伦斯和他的手下 彼得对迈克的表现很满意 但是劳伦斯案件结束 电子脚料必须被带上 彼得回到了家 妻子拿到了检验报告 居然真是75年前的画作 彼得还是不放心 他又来到了迈克家 彼得一番寻找 发现了迈克画的那幅画 彼得有点动摇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冤枉迈克了 此刻迈克已经回来 种种证据都已表明自己冤枉了迈克 彼得于是向迈克道了钱 但是仓库虽然被炸呼 潜艇内部却是完好无损 FBI在搜集潜艇内部的物品 发现了里面有一张物品清单 这是一名机器嚣张跋扈的绑匪 居然大摇大摆的出现在FBI的面前 仗着只有他知道人质的下落 绑匪有恃无恐的前来拿赎金 这让联邦探员毫无办法 只能听从绑匪命令退出去 让绑匪和人质家人单独谈判 这本是一起极其简单的遗嘱鉴定案 本地一位富豪去世 留下了两份遗嘱 把4000万资产留给了老大 只给老小留下了640万现金 而且这640万还没说放在哪里 这让老小无法接受 认为是老大伪造了遗嘱 所以需要FBI前来鉴定 老大有个可爱的女儿戴安娜 虽然两兄弟不和 但是这个叔叔却是对侄女异常疼爱 两兄弟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 彼得马上带着戴安娜坐在旁边以免误伤 鉴定真假自己等等 是犯罪天才迈克的强项 戴安娜非常健谈 恨不得和彼得谈古论金 小女孩对迈克的电子脚料很好奇 他也有一个 是爷爷在世的时候送给他的 彼得对小女孩实在是束手无策 幸好此刻迈克有了结果 兄弟俩两份遗嘱都是伪造的 因为所有的签字 虽然可以写成不同的笔记 但是都是一个人签的 伪造遗嘱可是重罪 现在鉴别任务升级为刑事犯罪 彼得当场扣下了两份遗嘱 必须带回局里侦查 迈克和文字的归影江湖计划失败 电子脚料时刻被监视 只能重新制定脱身计划 实在不行化整为零 文字有的就是黑式销路 鉴定结果出来了 遗书居然又都是真的 的确是去世富豪的笔记 不过上面公正人等等 所有名字也是富豪自己签的 根据两个儿子透露 老爷子生前特别喜欢推理和猜谜 彼得迈克深受启发 这也许是老爷子的猜谜游戏 两人马上把签名排列组合 得出了一个名人的名字 这是16世纪丹麦天文学家 老爷子要留下这个谜底做什么 迈克把两张遗嘱重叠在一起 这才发现居然在阳光下 是一副隐隐约约的地图 老小曾说老爷子给自己留下640万 但是根本不知道钱在哪 看来老爷子是要儿子自己去寻宝 此时FBR来了一位神秘女士 彼得不许别人靠近 但是迈克一眼就看出了她的身份 虽然彼得不让他们接触 但是女士来自华盛顿艺术品调查科 已经让迈克猜到和自己得到的宝藏有关 原来华盛顿也知道了这个宝藏 跟彼得猜测的一样 认为爆炸大火只是幌子 这件事知道的人极其少数 彼得让他严守口风 自己可以配合华盛顿秘密调查 彼得说出了FBR还有张宝藏清单的事情 一旦有人卖出清单上面的物品 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宝藏 看着两人在秘密谈话 这让迈克坐立不安 眼见女士谈完话就要离开 迈克马上来到电梯口装做偶遇 迈克声称自己来这里找彼得办事 两人经过简单交流 很快知道了女士的名字 两兄弟对地图没有什么印象了 小时候老爷子老师带两人猜谜推理玩游戏 可惜两兄弟压根不感兴趣 已经多年没有和老爷子玩过了 老小于是坚持和老大上法庭打官司 既然两兄弟决定法院见了 彼得迈克鉴定也结束了 这就跟FBR没关系了 迈克又不是连调局的 他决定和文字一探究竟 两人按照地图来到了地图上标记的地址 遗嘱上的数字应该是时间和方位 代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阳光照射的影子 彼得在家也没事干 他太想去玩解密游戏了 此刻迈克给他打来电话 绘声绘色描述了和文字的寻宝之旅 这下彼得终于控制不住了 终于让他们顺着阴影的指针 得到了BSH三个字母 貌似是三个单词的缩写 此时小黑给彼得打来电话 富豪家里出现了意外 可爱的戴安娜居然被人绑架 绑匪打电话让富豪两个儿子进入一个网址 在这个网站实施直播监控的画面 戴安娜状态很不错 看样子小女孩认识绑匪 网站地址被虚拟化 居然追踪到乌克兰 他只给两兄弟六个小时准备赎金 金额是640万 这说明绑匪一定看过遗嘱 不然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 富豪留给老大的全市资产 没有那么多现金 给老小的现金却又需要解谜才知道藏在哪 还好彼得几人解除了关键谜底 老小马上反应过来 BSH是空中寻宝的意思 老爷子最爱去天文馆玩太空寻宝游戏 说明要大家去那里找线索 彼得迈克马上来到天文馆 管理员是为在此工作了40年的古板老人 听说联邦探员要查关于富豪的信息 管理员马上就有了印象 富豪经常好心给天文馆捐赠财物 每次来天文馆都以布拉赫的名字签字 正是彼得迈克在遗嘱上解密的那个天文学家的名字 原来富豪非常崇拜布拉赫 而且每次签名后面都写了一句 祝我生日快乐 加上布拉赫毕生致力于观察太空事业 于是彼得让管理员打开投影仪 把时间调到1592年布拉赫生日的那天 但是这也是普通的一天 迈克想起来 遗嘱中曾经说过 他最爱和双胞胎一起空中寻宝 那么估计是指太空中的双子星 但是这天的双子星却只有一个 原来恰巧被地平线分割成上下 正好象征着布拉赫的双胞胎弟弟出生后就去世了 值得一提的是 布拉赫的手部著作出版物中 就给他死去的弟弟写了封信 而这本价值不菲的出版物原版 就被富豪买来赠送给了天文馆 可惜的是 这本书已经400多年 天文馆为了保护他 把他密封在厚厚的真空锅里箱中 为了防止出版物受损 设定了不许任何人触碰 每隔五分钟才自动翻一页 翻到给双胞胎弟弟写信的273页 起码要好几天 虽然彼得心急如焚 但是管理员拒绝冒险开箱损坏文物 于是彼得回去按正常绑架案处理 去寻找人质的下落 在他的默许下 迈克和文子偷偷制定计划 看有没有办法加速书本的翻页 文子提出了很多方案 最终都被一一否决 此时文子发现 这个掌柜采用了神音一号警报系统 天文馆不是重要机构 所以整个展馆都是这套系统 那么就意味着 只要搞到天文馆任意一出密码所的密码 就能通用打开控制出版物翻页的 自动设备的密码所 于是两人来到了彼得家 他们要借伊丽莎白的爱卷杀其满用 彼得团队还在搜寻人质下落 罗列了一系列小女孩的熟人后 一个叫做盖尔斯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盖尔斯曾经给富豪装过庄园安保系统 而且和小女孩很熟悉 盖尔斯这几年生意倒闭欠下了债务 更加增加了他就是绑匪的概率 盖尔斯能把小女孩藏在哪 彼得让队员们查出 彼得安装过安全系统的所有房子 蚊子已经带着彼得的拉布拉多 让他伪装成导盲犬 带着蚊子这个盲人进入了天文馆 麦克则是伪装成工作人员 已经先一步来到了楼上存放出版物的地方 此时有工作人员从密码锁门出来 蚊子马上让杀其马行动 故意从没来得及关炎的门缝跑进了屋内 蚊子马上大叫 自己的导盲犬跑丢了 管理员文身赶来 让蚊子不要着急 于是就要开锁帮蚊子找回杀其马 蚊子终于看到了密码 麦克已经准备好工具 此时手机响起 收到了蚊子发过来的密码 他马上躺在了箱子下面 找到了翻页控制面板的密码锁 输入密码后 顺利地打开了控制系统 麦克开始不断调试 寻找加快翻页的方法 经过FBI盘查 盖尔斯总共装过22家安保系统 其中有似乎外出度假 彼得马上派人严密监视这似乎人家 蚊子也和麦克碰头 但是这个翻页系统也太难控制 速度很难精准翻到有那封新建的273页 一不小心就翻过了头 经过一番尝试 两人始终都无法成功 麦克太了解这种书的材质了 现在转个细细的洞 然后用细棒伸进去手动翻阅一下 是没有问题的 哪知道蚊子刚刚转好小洞 箱子真空被破坏 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出版物就化成了一堆废墟 这可如何交代 彼得得知情况大怒 天文馆要起诉FBI赔偿这本书 但是麦克丝毫不慌 因为他确定这本书是艳品 真正的出版物材质 绝不可能这么轻易氧化成粉末 这只能说明 富豪故意赠送了天文馆一本艳品 本意就是要解密之人毁了这本书 而不是要他们去找那封天文学家 写给死去弟弟的信 经过麦克的解释 彼得还真注意到 是被绑架的小女孩脚链上的图案 不过当时彼得记得上面有五个装饰 这本书里只有两个 中间三个是空白 看来谜底在剩下的三个上面 可惜当时彼得没细看 这也就说明 图案是富豪今年放入的 然后伪造了这本艳品书 真记得里面不可能有这张纸条 此刻小黑汇报 FBI监视的四户人家 其中有一户用电量一场 彼得马上带队准备行动 距离绑匪给的时间就要到 彼得让麦克去人质家 一方面跟绑匪谈判周旋 一方面看能不能拿到小女孩的脚链 麦克则是来到了人质家里 等待着绑匪盖尔斯的来电 果然不一回电话响起 问他们640万准备好了没有 麦克如实说出详情 富豪生前留下了个推理谜题 必须拿到小女孩的脚链 才能解除最后的答案 才能找到留给老小的640万现金 所以让盖尔斯想办法 把脚链放在某个地方 自己派人去取就可以 然而得知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盖尔斯不再说话 而是默默挂掉了电话 突然之间 监控视频倒计是清零 整个画面变成黑暗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让兄弟俩非常的担心 彼得来到用电量异常的那家 结果只是电路故障 导致空调突然开启 又关闭才显示电量异常 盖尔斯家里也被监视 但是那里也没人 彼得让安娜带人进入彻查 看能不能找出盖尔斯究竟藏到了哪里 联邦探员还在人质家里 不料盖尔斯却毫不顾忌地现身 由于只有他知道戴安娜的下落 联邦探员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听从盖尔斯的命令 全部退了出去 盖尔斯把女孩脚链扔给了迈克 让他赶紧找到640万 自己亲自监督亲自拿走 但是此时也没有了别的办法 只能先找到富豪留下来的现金再说 脚链上另外三个是自行车网球拍和照相机 前两个都是老爷子送给兄弟俩的礼物 唯有照相机父亲曾经当他们面用过一次 而且只拍了一张照片就再也没出现过 安娜终于查到 盖尔斯曾经兑换了一张支票 地址留在了一处老房子里 彼得马上带队赶了过去 这部相机唯一拍摄的照片 是在屋子里的一根柱子上挂着 迈克发现这里面是空心的 盖尔斯马上让他们敲开柱子 此时彼得带队冲进了老房子 小女孩戴安娜果然在这里 彼得放下了心 迈克收到了彼得信息 知道小女孩安全了 老小正要敲柱子的时候 小黑带人冲了进来 当场将戴尔斯逮捕 盖尔斯本来还有识无口 看到彼得给迈克发过来的视频 才知道自己的底牌已经没有了 戴安娜安全回家 让两兄弟都激动不已 经历了这件事 俩兄弟的感情反而变得好了起来 柱子还是得敲开看看终极答案 果然这里面有个大铁箱子 里面有富豪真正的遗嘱 还有帝谷布拉赫的真正古董出版物 迈克还在想着 华盛顿艺术品调查科的马修斯 他来纽约肯定是调查失踪的宝藏 迈克制作了一本假的国际刑警证件 准备看看他此行的真实目的 蚊子按照迈克的要求 一直在偷偷跟踪着马修斯 现在自己任务已完成 宝藏里的一幅名画 蚊子约好了买家 蚊子准备前去交货 迈克装作和马修斯再次偶遇 两人打开了花匣子 迈克故意露出假证件 让马修斯以为他是国际刑警 迈克上午就假装表示 自己是去连调局找彼得 这让马修斯误以为 迈克也是调查失踪的宝藏 迈克表示彼得和我说的话 应该跟你说的话一样 都是高度机密不能乱说 马修斯已经有点微醺 声称这也不是啥机密 于是表示两人同时说出 迈克故意先说了 内粹宝藏几个字 果然马修斯以为 迈克全都知情 根据他的描述 迈克此时才知道 彼得居然还有张清单 只有名画登记在上面 名画出现在黑市上 FBA和华盛顿艺术品调查科 文字的电话 这是资深联邦探员 彼得最心虚的一次 动用了FBA的权利 居然只为了得到 一个孩子玩的玩具机器人 所有的一切 都源于这个强硬的 实事女主编海伦 海伦是环球观察的执行编辑 敢于跟社会上 一切不公正的事情斗争到底 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 招致了很多的仇家 环球观察的老板 和FBA高层是自由 FBA派出精英探员彼得 去保证海伦的安全 不过面对FBA的好意 海伦丝毫不领情 她的暗杀警告每天都有 大多数都是口害怕 而怪罪彼得耽误了 她的工作时间 看到海伦如此强硬拒绝保护 彼得和海伦的上司 也没有了办法 只好碰一笔子 会离开了办公室 但是上级死命令 要他们保护海伦 这让彼得小黑 非常的头疼 彼得突然有了个主意 探员安娜非常崇拜海伦 一直关注着她的报道 每一次报道都惊世骇俗 甚至能整垮一个 不良黑心集团 彼得准备安插安娜入职 给海伦当助理 贴身保护海伦的安全 安娜很喜欢海伦 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安娜去海伦那工作以前 彼得有个要事 需要安娜去处理 这是迈克偷走的宝藏里面 名画的清单 但是因为是德文 需要安娜悄悄地翻译 不被迈克发现 彼得始终认为 是迈克偷走的宝藏 彼得让安娜带回家 用纸质字字典查询翻译 翻译成功后 交给华盛顿艺术品 最暗调查科派来的马修斯探员 迈克一直偷偷观察着他俩 他心里清楚 安娜带走的绝对是清单 于是下班的时候 老搭档文字早已在楼下等候 迈克紧随安娜出现在楼下 找了个借口拦住了安娜 对于两个犯罪天台来说 调包简直太小颗了 可是此刻却出现了意外 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出现 文字只好中断了调包计划 来人是安娜的女友克里斯汀 打完招呼以后 眼见安娜就要拎走箱子 迈克急忙上前邀约 于是安娜邀请迈克和莎拉来家里聚餐 调包任务失败 现在计划改变 必须在周五安娜把清单交给马修斯前 完成调包 否则自己手里的任何一间宝藏名画卖出去 都有可能被FBI顺同诺瓜救出自己 海伦亲自面试助理 但是办公室内声色俱力的场景 已经让面试的小姑娘们瑟瑟发抖 下一个轮到了安娜 安娜由于一直关注海伦 对她报道的新闻自然如数家珍 况且她在FBI工作多年 对市面上的新闻事件和不法商人了如指掌 经过海伦的一轮轮盘问 安娜始终对达如流并且给出独特的见解 安娜如愿得到了助理的工作 安娜很快传来消息 海伦正在调查一家医药公司 该公司涉嫌不合格药品生产销售 所以大量不合格的药品已经流传上市 赚取了巨额利润 这才决定揭露这个黑心的药品公司 海伦调查的人是医药公司高管沙利文 这个人心狠手辣 曾经数次陷入不合格药品传闻 却都由于证人失踪或者死亡而不了了之 看来沙利文有重大嫌疑 彼得让药监局给自己伪造了身份 正大光明地来到了医药公司 彼得举着药监局给自己的工作证 一路目中无人地闯进了沙利文的办公室 这让沙利文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只让秘书赶紧把一份文件藏起来 彼得迈克见到了沙利文 沙利文马上叫来律师回答问题 但是迈克的敏感性 已经看出秘书刚刚在藏什么东西 于是彼得负责拖住沙利文和律师 迈克则是悄悄给小黑发去短信 小黑马上调出了秘书的资料 小黑获得了他的电话号码 然后给秘书打去电话 声称自己是他的楼下住户 发现他的狗狗跑了出来 秘书急匆匆地就离开了办公室 彼得还在找各种理由 盘问沙利文医药产品的情况 迈克谎称要出去接个电话 迈克把那张文件从横前面撕开 彼得已经快刺穷了 终于等到了迈克出现 迈克向彼得展示 轻易把一张纸撕成了两张 所以虽然看似只拿回了一张白纸 但是只要涂上一层指纹粉 上面的文字印记就能显示出来 这样就连黑色涂抹的部分都能看到 这是个关于新耀泽百思的报告 看似没有问题 那么沙利文要把文件涂黑和藏起来做什么 这是安娜第二天上班 已经快被海伦折磨疯掉 无时无刻都要保持高度精神工作 并且把安娜使唤的团团转 安娜就已经快招架不住 此刻却收到了一封邮件 里面是海伦家的钥匙和家里拍的照片 这就说明 发出暗杀警告的人已经进入过海伦的家 但是就算如此 海伦依然丝毫不惧 这时海伦接到了一个电话 看着他的神情 安娜知道电话很重要 于是马上连通了海伦的电话 看样子海伦在和医药公司的线人谈话 并且约定了晚上见面 线人已经准备好了重要资料当面交给他 FBI终于查到 麦克拿回的那张医药公司的报告 是信耀泽百思的召回成本估算 那么问题来了 好好的信耀为什么要召回 看来这个泽百思肯定有问题 此时安娜给彼得打来电话 海伦晚上要和线人秘密会面 但是没有听到见面时间和弟弟 彼得让他想办法打听清楚 安娜只能兵心显招 说出海伦要去和线人见面 这让海伦非常惊讶 合理的推断让海伦没有多想 安娜表示最近暗杀警告太多了 自己可以陪他去以防万一 但是今天是海伦儿子的生日 海伦让安娜去安排一场派对 还有家里被侵入 必须要换个新的最安全密码索 以及翻译一份葡萄牙公报的文章 他只给了安娜两个小时 其实只是拒绝安娜同区的一个理由罢 彼得得知了安娜的情况 马上让手下行动起来 第一件是密码索 这麦克不要太熟悉 第二件是翻译葡萄牙公报文章 FBI有人懂葡萄牙语 第三件是比较麻烦 还有生日派对 这就需要彼得妻子伊丽莎白出场 在联邦探员的帮助下 不到一个小时就布置完成 终于搞定了海伦所需的一切 这让海伦非常的惊讶 好奇安娜是如何做到的 于是同意安娜开车跟自己去见线人 但是到了地方后 线人为了安全起见 只允许海伦一个人过去 安娜只好远远地观察 此时一个黑影出现 貌似还掏出了武器 安娜马上提醒海伦注意 结果吓走了线人 神秘人也快速逃走 好在刚刚海伦已经拿到了U盘 里面应该是医药公司的罪证 晚上回家时 迈克和莎拉已经在他家等待 安娜这才想起约了他们吃饭 但是迈克留意了整个房间 都没有发现那只装有宝藏清单的手提箱 聚会结束后 迈克带着莎拉回到了家 两人准备探讨一下人生奥秘的时候 蚊子不合时宜地出现 莎拉只好先回家 迈克说了没有找到箱子 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周五华盛顿艺术品 最案调查科的马修斯回去的时候 在路上找机会调包那份清单了 根据线人给的资料 原来是医药公司的第一批新药泽百思有问题 全部承认错误在召回 加上赔偿估计得几十亿美元损失 所以医药公司的莎丽文想了个办法 继续把泽百思不合格的消息瞒住 换上了改进后合格的泽百思 医药公司宣称是新包装 最要命的是 莎丽文把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现在除非找到这些卖出去的不合格药品检验 但是已经过了这么久 第一批药早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让彼得很头疼 正在大家以为希望渺茫的时候 海伦再次接到了线人的短信 声称自己拿到了第一批药不合格的关键证据 晚上医药公司会有一代表达协会 线人已经把海伦加入了受邀名单 自己会把确切证据交给海伦 彼得知消息也很开心 但是交代安娜要小心 毕竟是深入虎穴 要偷偷带好武器 此时见证科给小黑送来的资料 麦克拿回的那份文件 当时签名处看不清 现在已经辨别了出来 看来这个人就是海伦的线人 彼得马上准备找他去谈谈 海伦带着安娜参加了宴会 线人发信息表示只见海伦一人 安娜只好留下来观察情况 彼得刚刚到达线人家里 意外发现这里已经被警察包围 原来线人的妻子下班回家 发现线人已经死亡 这让彼得大惊 彼得马上给安娜打去电话 这是个圈套 线人已经死了 不管谁要和海伦见面 他都是在假冒线人 安娜马上向海伦所去的方向 找了过去 海伦已经按照短信指引 来到了一间偏僻的办公室 找到了幕后黑手放置的 幼儿假证据 此时沙利文的律师走了进来 随后拿出一支针管 海伦知道 这群人要杀自己灭口 安娜已经找到了这里 千军一发之际打破了玻璃 这让海伦很懵圈 小助理怎么会有手枪 安娜把手包递给海伦 让他取出手铐靠上律师 此时海伦才知道 安娜是暗中保护自己的联邦探员 大案一破 律师是受沙利文指派 他们都交代了种种罪行 铛铛入狱 安娜告诉彼得 他也担心迈克去偷清单 当天拿到当天翻译 当天就交给了马修斯探员 果然 蚊子找到马修斯的时候 马修斯已经按照彼得的安排 做了其他航班提前飞走 这让蚊子扑了个空很着急 事已至此 迈克只好让蚊子不要着急 回来重新上一半了 一个戴着黑矿眼镜的婴儿 被父母丢在了底特律 一家小福利院门口 好心的杰夫雷收养了他 父母唯一给他留下的 就是这只小熊玩具 这个男孩就是日后犯罪 天才迈克的生死搭档 蚊子 小男孩视力不好 就被父母狠心一气 但是蚊子自小个子挨小性格内向 一直受其他小朋友的欺负 对于小蚊子 杰夫雷知道他的体型 靠拳头是没法生存下去的 知识和大马 才是可以击败一切暴力的最佳武器 他开始拼命地读书 小蚊子发现自己天赋异点 还不到12岁 就已经看懂并且记住了 众多书中丰富的知识 就这样小蚊子从小为了自保 开始慢慢锻炼自己的小片书 时间回到现在 蚊子有一间专属的发明室 为纽约黑市人物提供一些简单的道具 老大到麦克很好奇 难道你这么缺钱吗 蚊子到处原委 蚊子也一直都在支柱杰夫雷的福利院 而且支柱的钱 全是自己正大光明劳动所得 麦克听后大为感动 掏出100块买了个香蕉匕首 FBI最新的一起案件 和底特律黑帮有关 底特律一个小黑帮的头目弗兰克 已经和手下来到了纽约 但是目前不知道弗兰克的目的 FBI认为他在找人 因为弗兰克找到一个博彩销售人 然后销售人就遭遇了不测 很显然弗兰克是在逼问他某些信息 不过目前只是猜测没有证据 彼得让大家打起精神 查出弗兰克前来纽约的目的 蚊子还在自己的发明室售卖商品 这里面几乎应有禁忧 所以这里一直是纽约黑市 一个重要的交易场所 麦克紧急找到了蚊子 他知道蚊子和博彩销售人 一直有业务往来 得知销售人死了 蚊子也非常的吃惊 此时弗兰克居然来到了这里 蚊子显然认识他 悄悄地躲在了柱子后面 弗兰克声称自己 在找一个绰号底特律牙医的人 他要这里的人传出消息 如果牙医不出现 那就和他的朋友永别吧 这个照片 居然是蚊子看作父亲的杰弗雷 这让蚊子非常着急 此刻才和麦克说了实话 此时彼得正在调查弗兰克的行踪轨迹 意外地发现 居然有一处和麦克脚上的电子脚料重合 这就说明两人见过面 蚊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麦克 另一个就是杰弗雷 所以无论麦克怎么劝阻 蚊子都要去和弗兰克见面 此时门外突然响起脚步声 蚊子马上拿起伪装成望远镜的超声波 击婚枪躲在了柱子后面 不料来人却是彼得 他是通过麦克电子脚料找到证 麦克说弗兰克来过者 威胁蚊子去见面 蚊子表示谁都不要劝我 自己是一定要去救杰弗雷的 为了保护蚊子 麦克说出底特律牙医是蚊子众多伪装身份之一 这个底特律牙医 彼得早就知道他的名号 几十年来可谓是无恶不作 蚊子绝对和坏占不上扁 应该是情报有偏差错误 但是如果他真是底特律牙医 那么以前做过的坏事一定会追责 蚊子极其不喜欢连吊局 更不喜欢被关在这里 看着他大喊大叫 彼得和麦克只好进去安慰 彼得带来了好消息 底特律警方去了杰弗雷的福利院和家 都没有发现暴力侵入的痕迹 而且据孩子们交代 黑帮去找他的时候 杰弗雷已经提前开车逃走了 不过这个底特律牙医 涉嫌策划多期股票诈骗案 暴力伤人案 组织黑社会犯罪案 人身攻击殴打甚至杀人案 各自小小性格懦弱的蚊子 怎么可能干出这么多暴力案件 在麦克的劝说下 蚊子终于愿意坐下来谈谈 详细叙述了怎么被父母抛弃 怎么被杰弗雷悉心照顾养大的经历 现在杰弗雷正在逃命 必须在弗兰克找到他之前保护起来 至于底特律牙医怎么犯罪的 现在没有时间详细叙述 毕竟弗兰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为了他的安全 麦克决定以牙医助手的身份 先去和弗兰克碰个面 起码了解他这么急着要见牙医做什么 于是FBN行动对簿下天罗地网 严密地监视麦克和弗兰克的见面地点 弗兰克在蚊子的黑市交易场所见过麦克 麦克表示自己是牙医助理 牙医在不远处车里 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会开车逃走 其实车里的是彼得 蚊子还在FBN受严密保护 弗兰克接受了麦克的说法 他表明了来意 牙医曾经在1981年骗过弗兰克父亲50万美元 弗兰克和在纽约的爱尔兰黑帮有仇 他让牙医去给爱尔兰黑帮下的套 同样手法骗50万还给自己 否则就会一直追杀杰弗雷 等到弗兰克走后 彼得麦克开始商量对策 既然现在没有证据抓捕弗兰克 倒不如设个计 真的去下圈套骗取爱尔兰黑帮的钱 反正FBN一直也要对付他们 一箭双雕拿到50万 然后交给弗兰克的时候 人赃并获以敲诈勒索罪将其代 彼得让蚊子交代底特律牙医的丰功伪计 蚊子首先声明了豁免权 毕竟都是30年前的事 于是蚊子娓娓道来 他11岁的时候 杰弗雷为了给他好的归宿 把他送给了一个家境很好的寄养家庭 本来蚊子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但是这让寄养家庭的亲生儿子非常吃醋 老是私下里找蚊子麻烦 蚊子没有办法就逃了出去 小蚊子找了一份替赌马人带下赌注的活 但是才半个月 小蚊子已经比他老大还精通业务 强烈建议老大开一个黑市投注点 绝对能大赚特赚 索性炒了老板鱿鱼 跟街上一个头脑简单的大块头组合 开了一家黑市投注点 当然大块头负责出面 小蚊子在后出谋划策 彼得问他为什么取外号叫牙医 蚊子表示当时自己还不到12岁 能想到最恐怖的事情就是牙医了 不到一年时间 小蚊子和大块头就成了那个街区最大的赛马马票点 但是好景不长 同样开黑市马赛投注点了弗兰克的父亲 带着小弗兰克找到了小蚊子 老弗兰克摘掉了小蚊子的牌子 并且威胁大块头不许再干 大块头惹不起只好关门 两人的恩怨从12岁开始就结下了 这让蚊子很不服气 就在别的地方社区骗了老弗兰克 蚊子带着50万来到纽约 从此不再使用底特律牙医的外号 这下牙医成了底特律的传说 把所有未解的恶性案件都夹在了牙医的身上 得知蚊子是无辜的 彼得和麦克总算松了一口气 但是为了他的安全 彼得让小黑把蚊子送到安全屋保护起来 蚊子来到了安全屋 一直在喋喋不休 小黑都快被烦死了 FBI终于有了杰弗雷的消息 这是在收费站拍下来的 根据他留在党风玻璃前的暗号 蚊子推断出来 杰弗雷是要去自由女神像那里躲避弗兰克 蚊子太担心杰弗雷了 FBI开始设计 一边对付爱尔兰黑帮 从他们那片50万 然后就能把50万交给弗兰克 弗兰克一旦伸手拿钱 敲诈勒索的罪名肯定跑不掉了 爱尔兰黑帮也在经营非法投注点 安娜带着联邦探员突袭 顺利捣毁了这里 然后声称接到匿名举报才行动的 最后故意放走了爱尔兰黑帮老大 带走了爱尔兰黑帮小弟后 麦克开始登场 表示就是自己举报的 不过自己也是按照老板命令做事 但是老板和自己关系很不好 问老大愿不愿意报仇 他可以帮助老大扳倒自己老板 作为回报 爱尔兰黑帮东山再起的时候 给自己一个二当家的职位 老大想着反正自己也没有损失 于是有些心动 但是他非常的小心 让麦克证明自己的实力给他看 于是联邦探员布置了一个非法投注点 里面的客人全是联邦探员 彼得伪装成麦克口中的老板 一切准备就绪 等待爱尔兰黑帮老大的到来 由于弗兰克要全程监督麦克的行天 他的保镖已经在这监视 麦克表示彼得就是牙医 让保镖好好看看牙医的手段 彼得怕蚊子不安分 让妻子伊丽莎白去安全屋陪他 可是伊丽莎白一走 蚊子马上变脸色 此时爱尔兰黑帮老大出现 麦克向他许诺 可以至少骗走自己老板的50万 麦克已经改动了电脑程序 现在看到的实施赛马画面 其实比直播晚了三分钟 不幸老大可以试一下 老大很谨慎 始终在旁观望 果然麦克每一把都提前知道了赛 这让老大很满意 但是只拿出5000块下注 这让小黑和彼得案子着急 老大表示稳中求胜 让麦克这个年轻人多学着点 安娜还在保护着蚊子 他也快被烦死了 此刻敲门声响起 是新人探员送来了哈密瓜 安娜终于解脱了 让新人保护蚊子 自己赶紧逃离了这地狱 新人在门口坐下 蚊子却调大了电视剧音量 表示自己不看电视睡不着 简单制作了一个假人 用哈密瓜挡头部 布置好一切后 蚊子早勘查了安全屋 找到了可以出去的地方 就这样溜之大吉 他不能让杰夫雷陷入危险之中 好出来以后 蚊子先打电话给麦克房东 让他带来一箱自己的东西 新人探员开门查看 原来是开门拉动了被窝的假人在动 老大一直5000亿万的下注 为了表示麦克的情报准确性 还必须让他赢 一转眼都快 赢走了30万 于是他和麦克想了一个计则 两人装作故意吵架 场面一时间火药味十足 彼得当着众人的命 炒了麦克的鱿鱼 麦克装作非常气愤 转身就要离开投注点 这下爱尔兰黑帮老大不干了 麦克让老大也走 自己跟他干 重整旗鼓一举干掉自己老板 老大急了 让麦克留下在下最后一场 现在报仇岂不更爽 于是老大压上了全部 这让彼得偷笑不已 眼见大功告成 麦克赶紧逃离了这里 新人探员再次开门查看 新人这才发现了 蚊子布置的机关 安娜马上抵达掀开被子 蚊子的小伎俩才被他们发现 蚊子在被窝留了张纸条 让麦克赶紧去一处地点见面 老大当然八十万全输了 弗兰克的保镖很满意 老大已经快气死了 这时候已经找不到麦克 他反应过来 是彼得和麦克串通骗自己的 彼得本来就没想对付老大 他把五十万还给了老大 让他赶紧走 不要耽误自己证实 老大没想到还有这好事 当然立马同意 彼得见到了麦克 这才知道蚊子逃走了 还留下见面地址 蚊子则是提了房东给他的箱子 居然单独约见了弗兰克 他就是要单独会见弗兰克 解决两个人三十年的恩怨 彼得三人也已经抵达 眼见骗术成功了 蚊子节外生知要搞什么 弗兰克确定了蚊子就是牙医 下注点的彼得只是假冒的 蚊子劝他冤冤相报何时了 这首题项有五十万 你可以选择拿走 但是我的搭档和FBI不会放过你 你也可以转身就走 不要拿这五十万 不要再找杰弗雷的麻烦 这样FBI也没有你敲诈勒索杀人的证据 他让弗兰克自己考虑 弗兰克思考了很久很久 最终还是邪恶战胜了善良 拿起箱子就好办了 大批人马杀到 将弗兰克当场逮捕 原来蚊子太了解弗兰克了 蚊子不能让他们因为自己的事身陷险境 所以一定要出来自己和弗兰克见面 蚊子还在家担心杰弗雷 此时敲门声响起 彼得已经找到了杰弗雷 看到杰弗雷的那一刻 蚊子仿佛又回到了小蚊子的时候 激动地和他抱在了一起